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 直播室有Johnny在这里 当然也有黄师傅黄伟杰 师傅你好 Johnny 你好 大家好 今天见到港股肯调整了 虽然没有连续三天站到一百天线 但都近了 今天恒生指数收市是一万七千六八九二点 距离一百天线只不过少了五六十多点 整体上勉强合格 但都见到恒指连续两三天冲上 接近一万七千九是冲不破 回落回来 接下来就要考研民企 不记得找一百天线以上 因为今天就低开的 看到恒指今天就是低开二十六点 之后初段是倒升四点 最高见到一万七千八百七十九点 之后就再度向下 下午曾经是最多跌过二百十五点 最低见到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九点 周市就报一万七千六百九十二点 跌一百八十二点 跌百分之一点一 那么大市成交都会维持着九百多亿 今天是九百三十九亿的 博指今天就收报六千二百二十五点 跌百十点 跌百分之一点三 而科指今天就收报三千四百四十五点 跌五十五点 跌百分之一点六 市场都关注外围方面 就是Netflix 这个NVIDIA会在今晚收市后公布 季度业绩这个市场现在最关注的了 另外星期五还有PCE那个消费的通胀数据 还有看回今天内地股市 都继续是偏远和走低的 那么见到恒生指数 上证中指 上证指数今天就是收市二千八百三十七点 跌了十一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四 今天也创过近段时间以来的一个新低 最低位去过二千八百三十一点 走势都是不断向下 至于深圳城址那方面 深圳城址今天都是表现一般的 深圳城址 8078收市是报 跌了24点 跌幅了百分之零点三 沪深两市合共的成交再次萎缩 五千亿不到 得四千九百六十五亿 比上人就减少了一百六十亿 是 而且上证和深圳今天都是创过 我数一下 应该是今年 由二月中以来的一个低位 市场情况都不是这么理想 A股方面 是 因为美股昨晚虽然继续升 但是升幅都收窄的 你看到标普和纳市升幅都是百分之零点二 市场都观望今晚NVIDIA那个 的业绩 有些分析体就说 它的业绩出完之后 可能会带来三千亿美元的波动 市值大了嘛 上落几个百分之多 可能都是说几千亿美元的 所以港股这边呢 又加上我们也很多公司陆续出业绩 所以市场会正向比较观望一点 很多个股都是等业绩才决定买不买 就安全一点了 是 说到业绩 师傅今天如果在蓝筹股里面表现最好的 叫寒心制药 其次就是安踏体育 寒心制药也是出了业绩的 在昨晚出完之后市场反应都不错 包括野村 跟着还有很多劝商 都上调了它的目标价 因为它的静利润方面增长了1.1倍 而且在创新药方面表现都不错 寒心制药今天最终升幅有成一成三 最近寒心制药之前我们也有介绍过 其实走势都是偏强的 业绩出来也都叫做对板 昨天我们也有经过安踏体育那份业绩 都看到它除了FILLA的增足是放慢之外 安踏本牌的收益都有双位数增长 经营利润率保持在两成以上 所以今天安踏股价反应都不错 而且它还有一个回购 计划就是在未来的18个月里面 进行一个大压的回购股份 除了去之前派息好了 大家都认为公司都挺好的 在这些时势还会继续去回购股份 有成100亿港元 所以也都令到今天股价一度冲高到80元3毫 不过弱小股 弱开虽然说近段时间又反弹 但是一去到80元头上 那些沽盘立刻涌现推翻出来 令到安踏体股今天收了一支阴烛 它的收市升幅4.5% 升了3.2% 收市报74.5% 说回韩森制药 它今年上半年度的收入65亿人民币 按年增加44% 顺利大增1.1倍 赚了27亿 而且很多时候生物医药公司 就要留多些钱去做研发的开支 就未必很肯派息的 但是韩森制药它都很肯派息的 中期息就每股派20.1港元 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1.8倍 而它收入和日利增加 主要就是由于創新的收入增加 还有就是一些合作产品的收入增加所致 而合作方就是葛南素给了它一个首付款 那里都有1.8500万美元 而創新药与合作产品的收入 大约是50.3200万 占了收入比例77.4% 已经成为驱动公司业绩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 除了这两个表现好些之外 其实今天很多关注点都落在业绩身上 有一只农夫山泉 华润电力 还有新州国际 业绩之后出来股价就大跌 其中一只农夫山泉就说是受到一些负面的愚情 网上的一些评论影响 令到它的饮用水卖少了 股价创了超过一年低位 最低见过26.3 如果这个低位是很久以来的低位 最终收市部27.05元 跌幅超过一成 这个愚情的影响令到 只是饮用水方面的销售收入跌了一成八 本来今年头两个月 饮用水的包装饮用水产品的收入 按年都还增长一成九 但是因为一些愚情 和一些恶意诋毁 愚倫的攻击 所以就令到它半年的收益大跌 18.3% 上半年的销售收益 是损失了超过70亿人民币 虽然说六毫只一只水 一元一只水 师傅原来影响都这么大 想着它很便宜 卖不起钱 谁知道原来它占收入比重是这么高 其他饮品方面的收入增长就好些了 比如茶饮品按年增长59.5% 然后还有东方树叶 增长是超过90% 都挺厉害 这个是农夫山泉 不过股价方面大家不用看了 跌到这样的款 你难道真的想搏反弹 师傅有没有机会呢 那你要看基本面和技术面 技术走势是否出现一些建计的信号 技术走势当然不行 基本面我看一些分析 就是说 现在业务人士估计 就是上半年这个舆论的 这些疫情事件令到它销售收益 是损失超过70亿 但是这个估算只是上半年 如果再加上七八月的数据 前载的损失可能会更高 之前花旗就说 农夫山泉 中闪闪 上过央视 基本上在官方媒体那里 就已经澄清了 都挺健康 但是市场的抵制行为 可能就是这个花旗没有预计到的 好了 师傅 讲开业绩 近段 8月要充斥 今天都非常之多业绩 今晚的时间 我们看到包括有 中海游 理想 2313 新洲国际 还有3690的美团 师傅 看哪个线 理想 我们先看中海游 因为三种油 这段我们都和大家说了 中石化 中石油 三种油 一桶都不缺 就说中海游的业绩 上半年的销售收入 1851亿 按年升2.2 而上半年顺利有797亿 按年升2.5 中期息计划 而派中期息 每股是74港鲜 按年升25.4% 全部 无论销售收入 純利 和派息 都有超过两成的增长 如果看回它 中期的股息 也创造了历史同期的新高 再看它的收入细分 它的收入当中 游戏的销售收入 1851亿 按年升2.2 整体收入是2267亿 按年升18.1 包括另外 就是贸易的收入 按年都升3% 去到366亿 中海游就指出 现在集团加快 重大项目的建设 游戏产量再創新高 上半年公司淨产量 达到3.6200万桶 由当年按年升9.3% 而国内外游戏产量 都突破历史最好的成绩 另外 它有些项目 好像深海一号二期 和巴西Mero 3 那个项目 都顺利推进 看回它的数据方面 它的静利润方面 表现不错 而它每桶油的主要成本 大概就是27.75美元 一桶的油商当量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竞争成本 这个我们也要留意住 当油价下跌 会压缩了它的盈利空间 但它这么低的话 似乎影响似乎不是很大 而且这一段时间 影响油价的因素 比较好的因素 昨天我们说 比较暂停出口石油 再加上近今个星期 公布美国原油库存 就减少得比较多 比预期多 中海油的股价近期 都在挑战50天线 大概21.2的阻力位 下五天接下来 如果可以确认突破 和站稳一条50天线 再继续回升 下一个阻力位 预计在22.4的那些位 嗯 它今天的走势 就像恒指 都是上到一些重要的支持位 就挡住了 即是没什么力再上 不过它就好一点点 它起码要站到上一条50天线 嗯 始终业绩公布前 大家都倾向观望等业绩 才做事 是 不过说到油价师傅 现在高盛和摩根斯丹尼 下调了明年油价的预测 高盛就将2025年 布兰特旗游的原油价格 预测就下调到每桶77美金 而摩根斯丹尼方面 就预计在75美金到78美金之间 两家公司都预计全球的原油市场出现过剩的情况 未来12个月油价将会呈现一个下跌的趋势 国务性代表就是担心需求 怕中国的经济疲弱 疲弱 加上美国的经济不及预期的话 就会令到需求追不上供应的增加 另外美团今天也出了第二季业势 第二季它的经调整净利润是136亿人民币 按年升77.6% 可以说是大胜预期的 经营利润率由6.9%增加到13.7% 还有它做了些什么是对呢 就说增加了一些性价比的外卖供应 提升融合黏性规模和购买品次 不一定是便宜的 那星期六在另外一个 聊天说消费港级这件事 不一定是消费者现在的消费习惯 就是选择最便宜的 而是他们未必会选择最便宜的 但一定是选择性价比最高的 性价比高不代表你是最便宜的 你便宜得来不抵的话 你单是便宜未必吸引到消费者 要便宜、漂亮、正 又要漂亮和正 就是性价比高 你这个词我今天看到另一篇报道可以概括的 这个叫做科学降价 哦 譬如九无九也好 我今天看到很多报纸 譬如有一个统计 牛肉火锅 和虎撈面 甚至乎是内地的KFC 麦当劳 都出了一些新的菜单 还有肯德基的招牌口号 就是说 招牌汉堡周周九九 又回到十年前的价格 有些人 原来就在这方面 调整一下菜单 调整一下成本 接着 再来就是 譬如以前 可能去海底撈 或者其他那些火锅店 很多那些醬料给你 可以认识 适当减少一点 进行料理台的更新 另外 以前可能你会认点的 落单点的 现在就说 譬如你在iPad上面 点的牛肉粒 它会限制你的人数 避免你的浪费 另一方面 就削減了 即是省了成本 要两头省 又要你洗得底 又要它的成本 不用花费那么多 美团也推出了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帮衬过 叫拼好饭 这个真的没有 他就说 这个拼好饭 今年第二季 单日的订单量最高 封值是突破800万单 一天 800万单的订单 叫这些拼好饭 就是试一下 怎样的拼好饭 也都看到美团 不断提升供给 帮助用户 降低了拼单的门楼 可能你想 光顾两三间的餐厅 要拼单的话 单价降低了 令消费者更愿意 叫多些不同的餐厅 令用户流传 和落单的频质 显著提升 第二季 即时配送交易数 有61.6700万 按年升14.2% 而配送服务收入增长 都不错 按年有18.3%的增长 收入录得440.8600万 而佣金那方面 都增长23.69% 去到434.8300万 这方面反映了内地一家独大 甚至乎大家继续依赖美团的外送服务 除了餐饮外卖之外 美团也发展其他物品 外送服务 指出美团扣的年度交易 用户保持穩健增长 落单 但中国的年度交易 但是我计划美团 也计划美团 所以我计划美团 也计划美团 也计划美团 我计划美团 也计划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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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计划美团 品类或者保健品方面都加强保健品的供给能力 美团的CFO就说 今年上半年食注、行、油、扣、鱼 作为代表的本地商业领域 就受到传统旺季的带档 所以美团也充分发挥了 供需两端的整体优势 所以带来更加多的供给 去满足一些更新的需求 美团的业绩不过不失 但是股价趋向下 明天回来如果出手条250天线就麻烦了 我们说完新业务 因为新业务表现会影响这些科技公司 大家都关注 第二季新业务收入215亿 按年增加28.7% 分布经营亏损13亿1000万 按年收窄了74.7% 通过提升产品的品质和加强供应商合作 提高了美团优选的运营效率 从而提升了建均 每件产品的平均价格 和商品的加价率 使得亏损按贵和按年都大幅收窄 是的 师傅说完价格走势 今天一度失手过250天线向下试 明天看看够不够力让它弹上去 这一排美团的走势就横行 你看到大概100元到最多是109元左右 都跌不到180元 这大概9元的区间上落 今天都收近横区的底部 所以要关注会不会跌穿100元的横行区底部 好 师傅 我们继续下去就要回答大家的问题 多谢大家昨晚 成蒙不器有超过700多人看直播 留下一些问题我们今晚回答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为什么不是今天回答新的问题呢 是因为其实有很多 我看到是值得跟大家去说的 事不宜迟 师傅 之前有位朋友说 新生说买了一只5G股 2342 平时我们都很少回答 他说3元买现在可不可以交 他就买了很久了 但是又升得很多了 这只 不算太多 近期最低就是1.98元 现在上到2.99元 比低位升了 2342 2342 经讯通讯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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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3就好了 2343太平洋航运 但是他现在经讯通讯只有1.14元 寻错了 不好意思 今年以来升了3.9元 经讯通讯 是 是 现在偏离10天线 都有一定的距离 他的10天线现在就是处于 1元左右 偏离超过10% 要加不是不行 因为他今年升那么多 都是业绩开始 我记得之前 可以看过他 上半年 亏了2亿 对了 上半年是亏了2亿 去年就是全年有稍微的赚钱 而这个市场对他的预期方面 就预计一下 因为2023年 他就是亏了 正利润是670万 今年上半年 就是赚2亿 嗯 但是公司对于下半年 就是 那个 盈利的情况 就感到乐观的 主要就是 上半年就是受到全台电讯营运商 网络资本项目建设计划放缓的影响 但是 未来下半年 和明年的盈利情况 就说是保持乐观 因为上半年他们的中标情况 就看到是逐步好转 所以预计下半年收入的情况 会有明显改善 而全年而言 收入下滑的情况 将按年有所收窄 公司的毛利率 按年就增加了0.3个百分点 去到26.6% 主要就是因为推出了新产品 和公司自己持续降低成本 令到那个带动的毛利率上升的 如果你说 交呢 我觉得你就 不是现在交了 单元 买一下 就是 都忍得了 都现在你相差 两元鸡那样 是值得交的 再加上 大前提提 就是公司的基本面 就没有改善 如果没有改善 就不是说 低就去交的 现在看到他 都预计下半年的情况 会的盈利收入 都会有改善的时候 可以考虑去交 但是现在就看看 什么位置 扣会比较 稳固一点 刚才提到 他哪里十天线 如果现在下了105 105 不高过 昨天的低位 昨天的低位是106 106 前天的低位是104 所以如果下了105 那些位 可以着量去交一交 是 交了起码就 3元 1元 到时拉回 成本价可能就在 2元左右 好 2268 接着有位朋友就问 若明合乱 什么时候可以进入 业绩之前又出了 咦 师傅 OK 走势都 业绩都不差 是 都一浪高一浪的走势 但现在就又是 偏离了一条十天线 还有二十天线 之前一直升的时候 每次回调的时候 都会略穿一条十天线 现在他的十天线 就在大概 19.2的位置 如果你略穿 你就等19元的位置去买入 嗯 上网呢 上网看多少 现在是不是要看二十三元左右 之前的顶位 二十三 没有 如果你 如果十九个 刚才你说 如果十九元买 其实近期最高二十四 其实这两天的上影线 都很长的 就是代表 去到二十一元流上 回吐那个压力是大 因为由今年六七月那个低位 十四元升上来 升到二十一个四 升到七个多是五成的了 所以我们的初步目标 如果十九元买的话 就可以保守一些看二十一元 也有一成的利润 如果十九元买到的话 就用十八元 一元或两元来止蝕 好 接着就有 Alan Ma 昨晚就说想问一只尾图 一三五七 两个二有货的 咦 他也先恭喜他 两个二有货 上网看多少呢 麻烦你师傅 但是今天和昨天认了那个 五十天线 两个四的阻力大 师傅怎么看 是啊 昨天高位最高是两个四十一 今天最高 都是两个四十一 暂时未能够突破到五十天线 五十天线大概是两个四十三的位置 他应该未出业职 你看先 美同公司 8月28 今晚可能晚点了 是的 他是未买打算买还是买了呢 两个二买了 两个二买了 首先你关注出来的业绩 行不行先咯 业绩之后的股价反应 如果看回阻力位 刚才说了 就是两个 你预算两四半 五十天线 你可以有三手策略的 如果两四半冲不破 你两个二买都有差不多一成的利润 去到两个四的位置 可以吃一吃 如果冲破两四半企稳的话 再下一个目标就可以看到两个五毛半 再赚多一点 如果两个二买的 今天收两三半 只赚位 我想你用两二半做自赚 好 接着 风风阴就问 1308海峰 好像昨晚我们也答过一下 17.9有货都赚钱 今天 继续想冲破阻力 是 昨天就说它的股价表现就比东方海外好 但是呢 都是暂时受制于五十天线 十八个六左右的阻力 今天一度是突破五十天线 最高限度是十八个七号法 但是呢 收市下回十八个三号六 都仍然是 未能够成功突破五十天线的 就是三手策略了 如果再冲不破十八个半的话呢 那你可以试一下 它十七个几买的 十七个九 十七个九 十八个半 就是六毫子左右 但是如果希望它可以突破五十天线 十八个半 企稳 那下一个目标呢 就可以看十九个六 那么十七个九 的话呢 指示位就可以放在十七个十七个二 嗯 这个就是 风风问的海风 接着呢 有人问公行1398 4个二有货 问上网指赚多少 上网指赚 要看业绩的 他就8月30号 等多两天 现在不需要赚钱了 今天收4个七号四 账面上有超过一成的利润 还有7厘 你定个指赚位不穿 十天线现在就近的 20天线就在四个五毫二的位置 近期最低就是四个五毫九 四个五毫九 对了 我想你用四个六 或者最充其量四五半 来做指赚 吴村就继续 握 看看业绩之后 他再突破四个八的时候 不过会预计走得慢 内银股始终不会说走得很快 一格两格这样上的 就是他的顶位 是的 你看他之前那个顶位就是四个七号三 跟着回落 今次再冲穿呢 暂时都是比四个八 比前高位高了七仙 是 那么 升穿四个八 你一毫子一毫子看上去 下一个的目标就四个九 还要看完市况 万一见光死 你都是先吃了它 师傅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 我们又怕内人 外卖会不会多了 如果是怕的话 就趁高就先吃了 好 今天我们看到交行都出了业绩的 看一下先 这只交行3328 他是最早的 但是他今天资金足就多 还没 他就是出了业绩 不过在收市之后出业绩 对了 你可以看明天交行的反应 你才决定公行 提不提早食 何师傅 嗯 是 交行今年上半年 录得的淨利润 就四百五十二亿八千七百万 那哇 其实呢 是按年跌了百分之1.6的 真的有少少倒退 至于个派息方面呢 就是每股一毫八千二 嗯 收入都跌了 收入都有少少 正经营收入就跌了百分之3.6 这个利息收入方面呢 就按年升了百分之2.2 不良贷款率就有所下降 OK 没有人问这只 那我们再看其他先 1070 Dan Dan问你了 就是TCL电子 4.7入了 那用不需要止市 差不多了 就说4.4 用4.4来做止市的防守 那它就是业绩出得好 但是股价反应就不一样 可能之前升得多 那今天最低四三半 但是收市就收4.4 如果再跌穿4.4 就真的要止市的了 好 10000 我们有没有答过呢 中交建可不可以买 下一些呢 再下一些先 何师傅 10000 它出了业职没有 中交建 是8月30号出业职的 都是没有的 是的 所以业职前呢 就最好等一等 看回它近期那个 股价走势 都由高位4.9.5 下跌 现在下跌 所以我觉得就 你说我们我自己的原则就是说 除非那个 未出业职前 而股价走势又是强势 甚至你可以预计它要冲了 就是 增在原上 已经不能够再等了 等了业职可能就要买贵很多的时候 只能在业职前去买 如果业职前的股价本身都偏弱的 在下山的 我就觉得等业职看个 好不好賣就會好些 看他今天下市20天線的支持 20天線是4.76元 今天最低價是4.72元 而收就收4.76元 如果跌穿20天線下一步再下市50天線的話 現在50天線就在4.65元那些位置 嗯 據毛爸問你一隻 哇 都很帥仔 267 中信股販 因為267之前接近8.5元 跌穿7元 那裏都調整了一個多的 那裏就不多了 兩成都沒有 嗯 它也是 業績前就表現比較強 比較強的 我看中信出了業績未少 嗯 這一隻呢 先看一看 如果你7.8元 那頂如果你當是8.3元 那裏只剩5元的空間 是不夠的 是吧 師傅 還是要等它回多一點 嗯 今年以來呢 其實它升了5% 它還未出業績 還未出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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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最高7.86元 下一個阻力呢 就是 都是8元 上網 看著8元 是啊 今年5月的高位 大概都是 8元之後就是8.4元 嗯 8元之後就是8.4元 好 昨天呢 有隻雙湯出業績 這碗湯呢 真是生氣到都不想看 今天回來 跌了5% 昨天呢 HX就說 師傅 啊220呢 業績行不行啊 看到 業績行不行 都沒有用啊 Ivan呢 Ivan 呢 Ivan 現在有幫我們寫稿 他今天呢 就討論了 就放了上去我們《生成理財家》的網站 大家都可以看 Ivan 的意見 師傅 Ivan 何啟聰 他有留意到這隻股份 都是別人問他買不買得 那麼中期業績 商湯 中期收入呢 就是17億4千萬人民幣 按年就增長21.4% 但是還是虱展 經調整虧損剩額 就是23億2600萬 按年就 縮窄了很少了 百分之2.8% 那麼 看回他 去年同期 就 經調整虧損剩額 就是23億9千3百萬 所以就是收窄了百分之2.8% 相半年 他的收入增長呢 主要就是由一些 生成式AI和智能汽車所帶動的 但是部分被傳統AI收入下降所抵消 之前我們談的時候 都有說他現在才說 是 是 由傳統AI過渡到新成式的AI 那 就 新成式的AI 上半年的收入呢 就是十億五千一百萬 同比呢 就增長 2.5倍 相當說 市場 對新成式AI 模型訓練 微調和推理的需求 有爆發性的增長 那公司呢 那公司呢 會繼續 將它的生成式AI相關應用 商業化 包括在互聯網 智能硬件 機器人 醫療和金融等領域 而相當智能汽車的收入呢 就有1億6千8百萬 按年增長一倍 傳統AI收入呢 就是5億2千萬 按年呢就跌50.6% 那相當解釋的 它是業務重點 由智慧城市 轉向生成式AI業務 所以呢 前者收入貢獻呢 就大幅下降 我想 大家對相當的期望 就是說它會 在AI那方面 因為它上市的時候 就是主打AI的 但問題原來呢 AI是有分傳統AI 和這個生成式AI 現在 就是 當紅的呢 或者被看好的 就不是傳統AI 所以它都是 還是處於一個過渡期 就是傳統AI 過渡去到生成式AI那方面 但是呢 大家擔心就是生成式AI這個市場 那個競爭其實都相當之大的 會越來越激烈的 那麼公司又還沒有賺錢 還在虧錢 虧損又不是大幅收窄 所以公布完業績之後呢 都看到股價就回軟了 今天呢 就再次是跌穿 這個十天 這個十天 和 再跌穿 遣守 還未算跌穿的 遣守在十天 二十天線 一個一號一 一個一號二以上 但是呢 陰陽足圖 就似乎做了個黃昏之聲 接下來就是要小心 不要跌穿過一 好 接著還有呢 有人問江蘇寧湖高速公路 江蘇寧湖 那問一下師傅 177 那問一下什麼位才可以買 今年以來呢 他就升了21%的了 那師傅他的業績呢 咦 上半年我看到都不錯 他呢 之前就公佈了 那上半年的順利呢 二十七億五千萬 那去年全年呢 就四十四億 咦 都比 叫做是比全年 一半還要多 不過呢 這個的增幅呢 就差點了 只是增長了百分之十點七的 按年增長 這個是江蘇寧湖177 嗯 營業收入就是99億六千萬 同比就增加了接近四倍的 四成 四成 是嗎 四成 39.6% 說錯了 那就 主要就是因為 今年上半年對路橋項目的建設投入 呢 同比增加 而建造其收入相應呢 就增長 所以這個收入就增加了 但是股東應佔的利潤就增幅 是小個收入的增幅 這點就 扣一點分 股價上呢 都見到 似乎是 要下市這個五十天線 先看看 江蘇寧 七個八 五十天線剛剛好 是啊 再下一點 下一點 現在它 那個 五十天線大概是七個八的位 今天最低都見到七個九號六 所以先觀察它 是不是會守得住這個五十天線 如果你守得住五十天線 在七個九七個八那裡買呢 那你上面看回 近期的高位 就八個 不多咯 今個月暫時最高就是八個三毛四 而再推前些看七月的高位八個半 那你就算你七個九買 看八個半都是六號指的預期利潤 是 好 2018 2018 睡星科技 這幾晚都多了 我問的了 是否還是看三十一 那今天不是了 之前呢 就去到三十三個五毫半 那師傅看多少呢 2018 三十四 嗯 今天最高可以去到三十三個三毫半 那就看一下它突破這個 上個星期五的高位 三十三個半 暫時未突破到 如果突破到三十三個半 下目標就是看回 三十四個半 之前的高位就是三十四個六 那你減一毫子 這個是七月那個 七月三十一號的高位 就 可以上移到三十四個半的目標 嗯 好 有人若明就問是若明康德好 還是若明合聯好 那我看看二三五九 二三五九其實最早出業績的 是好的 那但是呢 出完業績之後呢 都比較反覆 去過三十六個七之後呢 就下來了師傅 那現在似乎都在橫行 它有 若明康德二三五九 看RSI 二三五九 現在的RSI是五十幾 是不是 嗯 今天呢 若明康德的RSI呢 53.7 是的 那至於這 若明合聯 2268呢 今天的RSI有六十幾 哦 差很遠哦 是啊 如果兩隻你看過 技術走勢 就268是偏強的 那剛才我們說過 不過呢 去到21元以上呢 就回通壓力是大 那你要買呢 可能就 下回19元那些位賣 就是21元 至少是一隻18元 嗯 好 還有 981好些 還是1347好些 可不可以兩隻都不好 981中芯國際 對啦 下來了 1347呢 1347呢 1347華雄半導體 都是下降山啊 未跌定 8月29號明天呢 就是華雄半導體出業績 至於中芯國際981呢 不好意思 都是閉路29號明天出業績 等下先 嗯 而且 剛才我們的原則就是 如果你 出業績之前的股價 是強勢的 有一個強烈的 買入入貨訊號的時候 都值得你去搏一下 但兩隻都不是的 現在兩隻都是 偏弱 就是華雄半導體呢 估計已經是 跌穿 各幾條的主要移動平均線 站在幾條主要移動平均線以下 而且呢 都近 今年 近 那個低位 16.34 今天最低 16.64 隨時小心會 再穿底 再建一個年來的新低 好 買昆倫好 還是買一隻一一九三潤然好呢 昆倫能源呢 昨天就一枝羊竹上去了 結果呢 真的衝不過一條五十天線 今天呢 又有錢買回上 師傅 嗯 潤然 我們 它業績出了 昨天我們說的時候 一一九三 是啊 一九三股價 我就不會想的了 未呀 8月30號 啊 連續四支陰竹 加上又未出業績股價 今天都出現十天線跌穿 快要跌穿二十天線的死亡交叉 它是弱勢的 弱勢股我就不會推介 另外一三五出了業績之後 就股價強勢的 反而這隻你如果肯回一回 下去十天二十天線 它現在你駁其形 因為昨天出完業績之後 出了一支大洋竹 就做了一支旗桿出來 現在希望呢 就做個旗報 那落到七個五毛半附近 我覺得可以買的 那你要駁它 最終能夠升穿 八元五十天線 那八元 那就算升不穿 你七個五毛半買 你都有四毛半指 叫做有水位轉身 但是如果升穿的時候呢 看八個三呢 那你就有 超過一成的預期利潤 七個五毛半買的話呢 就可以用七個二做止洩 嗯 好 先回答一條 這隻少回答一點 1508中國再保險 師傅 買這隻好 還是買一隻1336 1339 哪隻二線的股號 為什麼要買二線呢 有朋友問的 是 那1508中國再保險 都是一隻被人忽略 市場忽略了的保險股 六成二也升了 是啊 它的息率都不差 他有六幾 一三三六呢 一三三六呢 就是新華保險 看完港股了 六厘不夠 五厘九 那今年呢 但是走勢 它今年升百分之九點八 新華保險是剛剛突破 但是中國再保險一路向上 看一看新華保險 新華保險還未出業績 嗯 看一看新華保險 這些啊 8月30號 等多幾天 嗯 但是如果相對見到新華保險有突破 兩隻1508升了這麼多 我會覺得我會選新華保險 看一看回到今天最高見到15.78 哦1336 你講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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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回回到15.4的位置 15.4的位置 那目標就看15.4 那你就看17元這個目標 好 指示位15.4買 他現在50天線 就在14.8 14.8做指示 嗯 好了 今晚節目時間呢 先談到這裡 多謝這麼多位的 支持一下 師傅請你申報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廣告的股份 都沒有的 好 沒有的話我們明晚再見 拜拜 拜拜 那你不夠鐘 能夠示範怎麼辦